哈喽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硕卷 最近吧 也是终于凑到前 能够拍视频了 今天我们来吃两个东西 哦 先开一下这个小的啊 哦 这个是五骨鸡爪啊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有个挺恶心的说法是这个 五骨鸡爪是这个老太太 用那个嘴把这个骨头做出来的 然后这个吃法嘛 也比较简单 撕开之后倒入碗中 用微波炉嘛 加热20秒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哇 这个就厉害了啊 这个是带骨的这个香肠 原本是一个短短的香肠 然后后面塞了一个这个骨头 那我们废话少说 赶紧把它拿出来加热一下 那么就等我把这两个分别加热之后 再拿上来好好的品尝啊 好了 加热完毕啊 先来吃一下这个五骨鸡爪 看起来凝乎乎的啊 闻起来是那种麻辣麻辣的香味 嗯 说是五骨鸡爪 它里面还有这么一小小的骨头 这不讲话伟练嘛 然后吃起来就是那种 糯糯的鸡爪的感觉 味道比较重吧 有点辣有点咸 吃起来不需要像平常鸡爪那样剃骨头 哇 挺神奇的感觉 再来试一下这个带霸的这个香肠啊 哇 哇 好香啊 哇 这个香肠 肠衣脆脆的 肉的话也特别的香 油也挺多的 嗯 味道嘛 跟我们平常吃那种 超市里面卖的那个 一块钱两块钱那种烤肠差不多 但是感觉没那么油啊 这个是白色的 一般我们吃香糖 肯定是用手拿 哇 会非常非常烫 是吧 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骨头 我们可以拿这个骨头 因为骨头它散热比较快嘛 哦 我知道了 这个带骨的香肠啊 可以分享嘛 可以分享 share 分享 拿到之后还能像干贝一样的干肠 其他那种也没什么用 这个骨头的话也不会影响这个肠子的味道 感觉这个五骨香肠也非常的环保啊 用这个骨头带着这个竹签 还是不错了 好的 吃完了啊 点评一下 这个五骨鸡爪啊 味道其实一般 就那种辣辣咸咸的感觉 带骨烤肠呢 是那种香香的 爽爽的 特别脆脆的感觉 这两个 关于骨头啊 都是为了方便啊 一个去掉骨头 吃起来不用剃骨头方便 这个烤肠呢 装上了骨头 是吧 拿起来比较方便 其实骨头在不在 对它的影响都不大 价格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五骨鸡爪 就这一小碗还不到 花掉我19块9 然后这个袋骨烤肠 这么一大袋 应该有个三四十个吧 才49块钱 感觉这个烤肠还是挺划算的 这个鸡爪的话 讲到底 还是比较贵啊 可能鸡爪脱骨更加费人工吧 果然是差劲容易 拿出来难啊 好的 那本期的视频呢到这里结束了 小伙伴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哦 我是朱卓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